第一,是安徽华为集团勤业有限公司与安徽农业大学共同培育的三系快速型优质肉鸡配套系。 由配套系副本HA系、配套系母本副系HB2系和配套系母本母系HC1系三个品系杂交配套而成。 2009年10月,通过国家处勤遗传资源委员会的审定,晚江黄基抗病力强,适应性好,成活率高。 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饲养。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商品代晚江黄基的饲养管理技术。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品种特性。 体貌特征 晚江黄基体型大,体态匀沉,结构紧凑,背部和后驱比较宽。 羽毛黄色,毛色光亮,围羽夹杂着黑色。 绘、镜、纸为金黄色。 镜长势中,没有镜毛。 眼红彩为橘黄色。 成年公鸡和母鸡,均为直立红色单关。 公鸡单关,关大。 母鸡单关,关小。 机关,肉锤,耳叶和脸呈红色。 皮肤黄色,毛孔细腻,动体黄白美观。 品种特性 晚江黄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群体发育均匀度高。 一般,六猪龄的鸡,平均体重达到1377克。 料肉比,为1.87比1。 一般,42天左右就可以上市了。 饲养方式 晚江黄基既适合规模化饲养,也适合小规模庭院饲养。 饲养方式也比较灵活。 可以采用龙氧,电料地面饲养,网上平氧,和放牧饲养等多种方式进行饲养。 养殖户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饲养方式。 下面,我们就从机场的建设与布局说起。 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饲养晚江黄基。 机场选址 晚江黄基的饲养场,应当选择在交通方便,地势高灶,采光充足,水源充足。 且水制符合相关要求,排水方便,隔离条件良好的地方。 同时,还要远离居民点,化工厂,干线公路,和其他畜勤养殖场。 机场布局 大型机场一般分为 生产区 生活区 办公区 和粪便处理区 生产区内 机设间距应当为机设高度的三到五倍 办公区 生活区 和生产区之间 应当保持五十米以上的距离 机设结构 机设可以建成 封闭式 开放式 半开放式等 多种建筑结构 也可以采用简易塑料大棚来饲养 最好坐北朝南 机设与机设之间 最好有灵带相隔 下面 我们就以规模化龙氧为例 向大家介绍 晚江黄基的饲养管理技术 晚江黄基 属于快速型肉基配套系 厨基指的是0到21日0的小基 在进厨基之前 先要提前做好 进厨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进厨前的准备 机龙准备 预除设的机龙 多采用层叠式分排布置 每排机龙之间的间距为2米 预除机龙一般为3到4层 每层龙高40到50厘米左右 宽60厘米 长度 根据预除设的长度 灵活确定 上下两层机龙之间的间隔 为3到5厘米 用于摆放成分盘 预除饰和用具的消毒 在进厨前两周 在进厨前两周 使用氧化纳溶液 刷洗消毒 全部预除设备 用具 还要放到预除设内 进行熏蒸消毒 熏蒸时 要关闭门窗 每立方米空间 用42克福尔玛林 和21克高蒙三甲混合熏蒸 48小时后 打开门窗 通风换气 这些工作做好之后 每天用2%到3%莱苏尔溶液 对机舍进行一次喷雾消毒 直到净除为止 预温 在净除前的一至两天 要对预除舍提前进行预温 预除舍的室温 设定在35摄氏度 到37摄氏度 最为适宜 预温时间长短 一般根据季节气温的变化 灵活掌握 除机的选择 为了保证饲养成功率 应当从种机质量好 防疫严格 出除率高 有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机场 引进除机 健康除机要求发育匀秤 大小一致 眼大有神 绒毛清洁有光泽 站立稳健 活泼好动 叫声清脆响亮 手握有力 腹部柔软 腹部柔软而富有弹性 脐部预合良好 除机运输 除机最好在出壳后 24小时内 进入预除舍 最迟不能超过36小时 要用既保温 又通风 符合卫生防疫标准的车辆 接除 搬运中 要做到 轻 快 稳 防止出击 受到剧烈的碰撞 或挤压 运输途中 要注意防寒防热 通风换气 并且安排专人负责 除机进入机舍后 应当迅速上笼 一到七日灵机的饲养管理 饮水 除机进笼后 休息片刻 能走动时 就要及时补充水分 最好在饮水中 加入3%的白糖 和2%的脱脂奶粉 也可以在1000克温开水中 加3.5克氯化钠 1.5克氯化钾 2.5克碳酸氢钠 20克葡萄糖 配置成开口盐水 供机饮用 饮水的温度 要求与预除射内温度 基本相同 避免水温过高 或过低 而使除机产生硬机 机龙内的饮水器 要被足 一般 每50只小机 就要安排 一个容量为 0.75到1.5千克的饮水器 对于没有能饮上水的除机 要人工辅助开饮 开饮以后 就不能停止供水了 除机的饮水 要求清洁卫生 每天都应当定时 清洗饮水器 并且要更换 一到两次 洁净饮水 四位 一到七日零的除机 一般用料桶喂料 除机第一次喂料 称为开食 一般在出饮后 一到三小时进行开食 通常 用碎玉米或玉米粉 作为开食饲料 开食饲料一般喂三天 从四日零开始 改喂专门的预除料 直到预除期结束 养殖户 如果自己配置除机料 可以用玉米 碎米 糙米 麦夫 米糠 豆粿 芝麻饼 花生饼 鱼粉 骨粉等配置 注意 一定要加工粉碎 细腻 给除机喂料 应当少喂擎天 一般 一到七日零 每天至少要喂六到八次 也就是说 每隔两到三小时 要喂一次料 次喂时 要控制好给料量 不但要保证料槽中 一直有料 公鸡 自由采食 而且 要保证每只鸡都能吃饱 料槽中不能长时间控料 也不能给料过多 温度和湿度的控制 一到七日零的除机 以保温为主 一般要求一到三日零 预除室的温度 保持在三十三 到三十五摄氏度 四到七日零 保持在三十一 到三十二摄氏度 除机一到七日零 要求预除室内的空气相对湿度 保持在百分之七十 到百分之七十五 如果湿度不够 可以用喷雾方法来解决 通风换气 除机一到七日零 在做好保温的前提下 要适当注意通风换气 保持射内空气新鲜 尤其要注意防止贼风进入 光照管理 通常一到七日零 实行二十四小时全光照 每平方米提供两到三瓦的光源 灯泡安装在离地面 1.8到2米的高度 另外 由于一到七日零的除机 一般采石行为较为迟缓 为了自己除机采石 每层基隆内也要安装照明灯 一般 每平方米提供一到两瓦的光源 饲养密度 预除期间 保持合理的饲养密度 是保证鸡群健康发育的重要保证 采用龙氧的一到七日零除机 比较合理的饲养密度 为每平方米五十到六十只 疫病防控 除机的免疫力比较差 为了防止疫病发生 要注意每天清理粪便 做好预除社的环境卫生清理 除期社每隔三天 要进行一次待机喷雾消毒 可以用本扎绣碗溶液 或次氯酸钠等消毒液 按照说明书要求配置 交替使用 料桶 饮水器 每天要用0.2%到0.3%的高蒙酸钾溶液 进行消毒 另外 每周还应当进行一到两次饮水消毒 也就是 在机的饮用水中 加入一定量的消毒药物 可以控制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等一些细菌性病原微生物 饮水消毒 可以选用的消毒剂种类有很多 常用的有滤质剂 复合剂类 附合剂氨液等 使用时要按照药物的使用说明操作 饲养碗浆黄基 一定要按照严格的免疫程序 进行科学免疫 除击的第一次免疫 一般在三到四热灵进行 主要是免疫新肠疫和传染性支气管炎二连活疫苗 具体的免疫方法是 将疫苗用生理盐水或注射用水吸食后 滴入肌的鼻孔或眼泪 七日零 饮水免疫基新肠疫 传染性支气管炎二连活疫苗 稀释疫苗的饮水 要求除击一般在一到两小时内能够饮完 八到二十一日零机的饲养管理 饮水与味料 从八日零开始 除击就可以使用乳头式自动饮水器进行饮水了 同时改用料槽喂料 每天喂料次数应当不少于四次 每隔四到六小时喂料一次 让除击机自由采食 断汇 采用龙氧方式预除 除击相对来说容易发生酌痞 应当进行早期断汇 断汇时间一般掌握在八到十日零 温度与湿度 八到十四日零仍然要以保温为主 预除室的温度要求保持在二十八到三十摄氏度 以后逐渐降到自然温度就可以了 整个预除期间 预除室的温度要保持平稳 要勤观察 及时掌握肌群的活动情况 合理调控预除室的温度 十四日零以上的除击 排分量增加 呼吸量加大 往往容易引起激涉潮湿 这时要在不影响预除室温度的前提下 注意加强通风换气 室内的空气相对湿度 保持在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之六十 比较适宜 密度与光照 八到二十一日零的除击